大家好 歡迎收看麥格里特約麥格里卵政工房 我是Vicky 郝英文 今集的嘉賓請來有 麥格里資本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認股正市場銷售主管林雲恩先生 及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直耀輝先生 兩位好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卵政或證股問題想問的話 可以打電話進來204-6566 又或者可以把問題的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那裏做直播 可以留言給我們我們會儘快解答你的問題 亦都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在28584點 升近354點 國企指數升近152點 報在11270點 大市成交有370億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 其實看到昨天港股 受匯空的業績拖累 到跌百多點 不過昨晚有消息說 美國現在希望中國作出承諾 令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帶動到離岸人民幣 對美元都一度升近300點 所以今天恆志都可以說是喝了這個能量飲品 開始升了二百多點 之後更加破了上一個高位 創六個月新高 去到28500點 或者28600點這個水平 南籌股裡面看到有幾個創新高 每空就算業績差 其實也不是跌很多 其實恆志再創新高 Stanley 下一步 看哪個位置好呢 真的挺有趣的 你說當然人民幣匯率的匯率 但對於港股的行程 都有一定的幫助 當然你說現在 中美的貿易談判都仍在進行著 那些細節都仍未見到 說我們不出台 所以現階段都 我想考慮一些消息先 只不過 你看看現在環球性的情況 就是說本身真的大家都衝勁很多的 我們說那些央行 都可能回到之後的時間 那個化學政策都會比較寬鬆一些 就是你見隔晚的時間 你說聯儲局方面 我們說第三號的人物 他都說今年似乎都不需要加息 你反映回整個市場 那個寬鬆的預期 都仍然比較大 所以你見到投資市場 那個氣氛還是相對比較理想 所以今天那個痕跡再夾上去 不過你見到這些位置 當然逐步逐步看 還有看看貿易談判 究竟有沒有一些 更加新的一些進展 不過就沒有 你再看上去 都可能現在 劍指二萬九 你剛剛都說在二萬九 我說今天上到二萬九 今天真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今天上二萬九 我真的要趁點吃飯 慢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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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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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所謂 如果今天見二萬 那就抵請 抵請 大家開心 但怎樣都好 小心點 好 不過看到 問Rion 其實看到港股 現在都急急而上 其實投資者在這個時候 做好倉多還是膽倉多呢 好 我們先看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看技術指標的走勢圖 看到恒指來說 綠色點是看好的事件 看到短期內都是比較多些 所以都是比較支持現在的市場 而看牛洪省加貨圖 那裡 你說二萬九 那紅症可能重貨區有機會上去 二萬九 也不定 因為其實看回 今早來說 其實看到那個重貨區 就是比較活躍一點的 紅症都是在二萬八千九百點左右這個水平 就是轉移了去 比較多一點點這個區域 看看今天來說 到最後收市 會不會是上移 上一點點 但現在看看牛症方面 大大交都比較保守一點 都可能會放低一點點 依然放在二萬七千九百點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 都夾死了這些男友 那時候都夾得這麼兇狠 沒錯 現在暫時區間會比較寬 其實這個時候真的不要做淡 我真的想說 現在這一回合 你看淡也好 甚至乎有入貨也好 沒有有貨就先拿著 你又沽了貨 你又買不買得回 甚至乎怎麼買 買不買好呢 我都不敢 不敢叫你搏 但未見到市是不斷升的 所以這一下有些難搞 不過問問Stady 即是不搏過市 搏騰訊又行不行 因為騰訊自從在350元位 落回來 現在暫時都在340.4 這些位置 升一百分之一 不過其實都有消息 就說 其實2019年已經有 六批的遊戲版號過了審批 不過近日又傳出 現在已經開始暫時 停止版號申請資料的接收 什麼時候呼不呼 還未知 到目前為止 其實廣東省 遊戲版號材料提交 都確實是暫停了 北京市的遊戲版號 就繼續審批進行中 但其實對於騰訊來說 那個影響性好像暫時沒有什麼 因為今天還可以升 最主要是你停了審批 即是那個人是新的那些 那些 因為現在你本身這條腿太長 那可能你等去那些 可能舊的那些遊戲 我想再批一堆 再批分 因為現在你不斷積水 都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是 停這件事 暫時的感覺又不是很 已經很大 反而突然轉 剛剛在再之前的時間 落地方面有個消息 或者暫停了這個 新視頻遊戲的許我申請 不過這件事暫時來說 對於騰訊 是不是那個影響性有多大呢 應該就 未知很大 但也都反映回落地方面 至少對於這些遊戲的 監管的情況 都算是比較緊的 但現在的騰訊 可不可以說是落後一點呢 落後一點 那這陣子又不 你可以說他之前的時間 已經打了上來 那各位之前的時間 要回一點 因為始終大家又覺得 好像一些遊戲的沈輝 沈輝劇都未見到 大家想要那些遊戲 即是得到那個版號 那這樣 落回一些合理的 而且都很快又會出一些 那個業績 其實我自己預計 他的業績不是真的算太過 即是第四個業績 應該都不會太過理想 不過就 如果以回他的那個 估值去看 甚至乎你看環球的 那個投資氣氛 這一類的中概股 都還有一些資金追捧 那前景方面 都不用說那麼多 都是好的 我覺得OK OK 好低一點 就可以再部署一下 有貨 都是拿著 好 看看市場 問一下Ryan 會不會好像Stanley說 其實都多人接 call 現在 其實都見到很多人 過去幾天 看看資金流方面 紅色的就是call 黃色就是配論體談 騰訊昨天排第二多 跟隨行指 而看過往幾天 譬如說三天 騰訊是一支獨秀 繼續有人儲貨 五天的圖 都是騰訊做第一 所以都是 給大家一些信心 看到街上的投資者 都會買一些call 去做部署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以看看騰訊的call 編號這隻是12890 行使價420.88元 比較高一點的行使價 進取一點的選擇 因為它實際槓桿 有17倍以上 比較高一點 到其日是5月 一個對一的選擇 所以都是走得快一點 進取一點的方向 給大家做部署 騰訊call有12890 看見騰訊 都想和大家說一下藥股 因為很多人昨天 藥股都跌得多 因為國家醫保局表示 將會開展新一輪的醫保藥品 目錄調整工作 進行多救命救急的藥 納入醫保 通過進入談判 以量換價 降低抗癌藥的價格 藥品價格 進一步帶來市場的憂慮 加上大行都調低相關股份的目標價 特別像石藥一樣 所以昨天其實都跌近8% 看到石藥 不過每次大跌之後 石藥都會有一個急彈的情況 現在其實會不會可以薄反彈呢 有一點難度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看昨天的 一格物價 昨天的時間 都真的對於醫藥版法 都有比較多一些 相對負面的消息 就是剛才提及到 那樣東西 其次你見那些行業 都仍是 將目標價都不斷下調 因為有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就是說究竟藥價那方面 那個降幅是多少呢 其實你說現在大家都可以靠估計 對於營利的衝擊有多大呢 都是要再生目以待 但是有一個不正的事實就是 其實這個的板塊 就是這個醫藥版塊 面對著那個政策的風險 都真的很高 所以你見今天來說 雖然大市有些不錯的表現 但是相比之下 石藥就真的升不起 真的不是那麼好 所以變了我覺得 有些叫做 如果藥股的話 你不是又拼不過的 但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啊 都問一下Royan 其實石藥 現在投資者部署好倉 還是藍倉多呢 其實如果是好倉 都是見到是比較好倉多些 我們見到那個其實分析圖 就是綠色點和紅色點 其實紅色點是開始多一點 因為短期大家也看到 很多不利的消息影響到它 所以都是見到那個紅色點 相比上星期是多一點 但是都是有些投資者 你見到資金流圖 那夠不合日來說 石藥都是排第四 是買入戴倫 都是多人 如果趁這些時候 可以買回一些 都可以考慮 找一個位置 可以再買入石藥戴倫 今天帶來的石藥戴倫 編號是20757 行使價是15.88元 2.8倍實地槓桿 行使價比較高一點 年期比較長一點 因為是2020到期 所以可以平衡風險 都是比較中容一點的選擇 可以給予大家 好 石藥就要20757 其實除了石藥 剛才姐都很喜歡炒之外 其實小米大家都很留意 其實小米今天也有新手機出 預計稍後兩點就會舉行這個發佈會 有指這部小米9 旗艦機的價格是創新的 專享版有指賣4999元人民幣 比小米8的價格其實貴兩成 起碼走高端路線的小米 幫不幫到股價有些提振呢 Stanley 提振就提振 好像提振不起 今天也是暫時升百分之一 看看下午的伐伐會 有沒有些 看看下部機什麼一回事 不過就 始終小米這一陣子 其實你看到她的表現走勢方面 不算特別表聲的 反而都是做得比較弱的 看看下午的時間有沒有機會 有些充氣 不過就現在這一刻都是沒有 我想等一等先 反而突然轉到下午的時間 如果假設她的價格 真的有些比較好一點的反彈 到時再考慮到面前 好 問一下Ryan 其實之前小米炒入魔這個因素 去到十一個半的位置 就到頭向下 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十個九毫二 投資者 即是現在其實 部署好倉還是膽倉都有 其實都可以先看清楚 正如Stanley所說 因為看到圖 即是技術分析圖 綠色點和紅色點 其實各邊都會有三個事件影響到 所以暫時來說 可能看清楚她今天下午 出來公佈什麼 講什麼消息 但如果想趁消息未出前 想部署回 我們看到投資者都有 過往來說 小米Colin 都很多人買入 排第三最多 所以今天我們帶來這隻 小米Colin 編號是19566 行駛價是12.28元 這也是比較高一點的行駛價 連期相比其他都是長一點 都是可以比較保守一點的選擇 可以參與到小米的成功潛力 好 小米Call就是這隻 19566 講完小米 最後都講迴控 因為昨天出了業績 看到昨天跌2% 其實倫敦收市都跌4% 不過今天又不是跌很多 暫時跌0.4% 雖然 其實看回控的業績 看到她1月份的收入 是很過市場預期的 但市場都不是很buy 亦有分析說 其實回控上年第四季的收入表現差 所以即使管理層指引 對於前景是正面 但市場對於回控的未來的表現 其實都沒有什麼信心 Sandy 其實她的股價 未來是否都受壓 真的沒有信心 如果以昨天那份的業績去看 即是講上年的時間 第四季的表現是令大家失望 雖然管理層就好像說 第一季 這一月份那邊是相對比較好些 但是 不要忘記今年的投資環境 以至到可能今年整體上 我經歷的大環境 都真的不是那麼樂觀 我想很多的變數存在著 甚至乎現在英國脫歐 歐洲方面的經歷狀況 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而且以昨天管理層出來講的言論 我想都發現他們的信心 其實今年那件業務的發展信心 都真的不太足夠 所以就沒有的 價格這陣子真的會弱些 而且我覺得會有機會 會積一段短的時間 但始終都是那句 你有一間五、六里的息 你說來擺到三十息 都無妨 好啊 出現業績的匯控 Orion 多人call他還是put他 其實兩邊都有些 我們看看圖 其實綠色點 看好的事件真的比較多 如果我們看看支持位 大概計算出來 65.9毫左右 見到牛洪線街貨 匯豐那裡 其實重貨是62元 會比較低 即是再保守一點 但64元 那裡 都開始見到 比較多貨 所以都是看 64元 65元 這些是一個支持位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這隻回控call 編號是13517 比較高的行使價 72.08毫 年期相比其他長一點 所以可以平衡風險 實際槓桿都有11倍 好 回控call 有這隻13517 投資者想部署可以留意以上的論證推介 謝謝兩位跟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隻股份 亦和你的新報發 有沒有持有以上股份 持有回控的 有騰訊的 謝謝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集會有問答環節 待會見 時候可以留意 還有一些 洪意 啄